3月10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冠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,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着全球多个国家, 香港应对疫情的焦点将转到防止全球输入方面, 预计下一步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。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显示,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有新冠肺炎确诊个案。 林郑月娥强调,按照专家建议, 香港在疫情防控方面仍然采取围堵策略, 防止境外输入及境内传播, 特区政府将采取进一步的港口卫生检疫措施, 在考虑相关做法时, 会检视入境国家和地区的感染人数及分布, 确诊个案增加速度,港人到访程度等, 同时要考虑香港的承受能力以及公立医院的压力。 当然在这个工作里面, 我们也都要考虑香港的承受能力, 即是说如果我们将更加多的来港的人士 摆入检疫中心, 我们就考虑我们的检疫中心的措施是否足够, 和人手方面的安排。 如果进来检疫的人士期后是确诊, 我们要考虑对于医管局、公营医院, 隔离病房和病床的压力。 据悉,特区政府早前已针对意大利北部、 韩国、伊朗地区采取措施, 包括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及要求入境人士 接受14天强制检疫。 针对下一步的入境限制措施, 特区政府以做风险评估, 将知会有关国家和地区驻港总领事 争取今日内公布。 终于剧场的经纪。 终于剧场的影響。 终于剧场的青岸池和其他会议 Yaroleville 天马铭法造成所。